這些都是詐騙 千萬別上當 歡迎收看老王不止 三分鐘 中 董哥 我想確認一件事情 聽說你下週一請假對不對 對 夭壽喔 那你怎麼沒有早點講 我現在不是講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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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哥可是 節目晚上才播 已經收盤了 來不及 這樣為時已晚 來不及反應 來不及反應啊 等一下我是 我是一個指標是不是 好好是喔 好多人把我請假到那個指標 好 這個指標訊號出現了 已經收盤了 來不及了 來不及處理 那你又穿這個顏色 這很久沒看到了 不是 不然今天這個盤要穿什麼 開高走低 不知道穿什麼 你的紅色戰袍 而且很多AI概念股 又疊下來了 要穿什麼 就是要穿嘛 對 而且剛才我們那個 剪接師的妹妹 她是 從來沒看過這一件嗎 她剛才說這一件是新的嗎 該不會從她道指到現在 超過大概半年的時間 好像真的很久沒有 沒有半年沒穿過這一件 有可能 因為她剛才是問說 這件是新的嗎 對啊 但是她來大概半年嘛 剛好她來那時候 台股就已經慢慢 要往上了 對 那有可能 她去年年底來的嘛 就沒機會穿這個嘛 三不五十都還穿 對 去年有一陣三不五十都還穿 現在要拿出來什麼 沒什麼特別 沒 沒特別的意思 沒特別的意思 來開始今天解盤 開始今天解盤 好董哥 美股一天大漲反彈後 卻連跌三天 發生了什麼事啊 發生了什麼事 一切都從這個開始 聯準會呢 公佈了上一次 也就7月份的 利率水準會議的什麼 會議紀要 上次的會議紀要 裡面講了什麼 一樣啊 老規矩啦 密密麻麻 不用你們翻譯啦 小編已經幫你翻譯好了啦 哈哈 董哥幫你童真好了 他講什麼 講說這個會議裡面喔 我們先講喔 原本市場對聯準會 接下來的升期預期是怎樣 就結束升期循環了 對啊 市場預期啦 是很樂觀的嘛 說升期循環要結束了嘛 雖然不會馬上 馬上降息嘛 但至少升期循環要結束了 不會再升期了嘛 原本市場的預期是屬於比較樂觀的嘛 但是你知道這份 會議紀喔 是上個月嘛 他們開會的內容 裡面有很多 大多數 的官員 強調 強調什麼 他說現在這個通膨喔 通膨還是高於這個聯準會預期的目標 他們預期2%嘛 現在這個通膨還是高於預期的目標 同時 就業市場 勞動市場 還是非常的火熱 所以 大多數的官員都認為 有必要 繼續維持 在一個貨幣緊縮的情況裡頭 大多數官員 都認為 要繼續維持 貨幣緊縮 小編是什麼意思 白話 這中文字你聽得懂 這是不是告訴你說 好像 好像還沒有要結束 升級的意思喔 對 有沒有感覺到 有一點 鷹派的感覺 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比較強硬的感覺 多數的聯準會官員 在這個會議紀料裡面 他們都透露出來 他們的想法 就是他們擔心 通膨還有 繼續往上的一個風險 所以多數呢 都支持呢 未來可以持續的升級 但是有幾位 有幾位官員 還是有表達出他的看法 就是說 如果你接下來 要把通膨 持續往下壓到你的 這個聯準會的目標 可是你要想一件事情 現在的利率水準 已經讓經濟 已經讓經濟的發展 陷入一個限制性的區間了 所以如果你 還要繼續再用緊縮政策 把這個通膨控制出來的話 要很注意 要很注意 要嘛 就很容易造成什麼 緊縮過度 你說如果太緊縮過度了 你又要顧到這個經濟的發展 那你又要稍微放鬆腳步 又有可能會發現什麼情況 會發生緊縮不足嘛 變成通膨繼續往上嘛 所以有一些的官員是認為喔 聯準會接下來的動作 是越來越難的 就是你要衡量更多事情的 所以有極少數的官員是 不贊成繼續升息的 他們認為要暫停升息 他們認為不應該再升息了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一份會議紀錄來 會議紀料來看喔 我們可以了解到 整份的會議紀錄其實是比較 我剛才講到是比較鷹派的 因為多數的 看得出來多數的官員都支持 繼續維持這麼高的利率水準 甚至繼續升息來壓抑通膨 但是 是有透露一個比較 稍微比較好一點的 就是說已經有官員 已經有官員怎樣 認為不應該再升息 就聯準會內部喔 還是已經出現了什麼 稍微的分歧的意見 而這個分歧的意見 開始出來之後呢 我認為 未來聯準會在今年下半年的 幾次升息的討論當中 就會特別的謹慎 你聽得懂這個意思嗎 就他 要 就即便啦 即便他還要繼續升息啦 這個升息也是必須要經過非常審慎 非常謹慎的討論才會有的結果 而不是 大家很好猜說 那就一定升一馬 那就一定升半馬 一定升幾馬 沒有那麼好猜了 一定是要經過激烈的討論 那這激烈討論他們會 拿什麼來當作討論的依據 這很簡單嘛 剛才會議機要不是跟你講了嗎 這個就業市場跟什麼 通膨 所以接下來數字我們要持續去關心它 但是就剛才我講的整體而論 你可以看到這份會議機要 是不是顯得比較鷹派 甚至 甚至有國外的媒體去統計 如果把這完整的會議機要 跟過去幾次的會議機要做對比 這裡面談到鷹派的用詞 就是要維持高利率水準 或者升息這樣的用詞 是今年以來最多的 小編 剛才我們一開場我們還講什麼 我們說現在原本市場是很樂觀的 預期不要再升息了 那請問就跟剛才我講完這份會議機要的結果 有沒有產生落差 有 是不是有蠻大的落差 其實聯組會應該還有可能去升息 這讓我想到我們前幾次才談到那個Mary Mary你記不記得 她是不是就告訴大家 不要去太早猜測聯組會的動作 你現在在看完這份會議機要 你就了解為什麼 因為聯組會好像還沒有真正決定不升息 反而是還想繼續升息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官員在呼籲大家 不要提早預測聯組會的動作 因為大家在預測動作都是樂觀的 都是覺得要暫停升息的 都是覺得要結束升息循環的 其實未必 這樣了解嗎 所以美股啊 這個禮拜的下跌 第一件事情先是這個原因 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讓市場的氣氛 樂觀情緒有轉折 第二件事情 就這個 這個事情 聯組會的會議機要 透露了聯組會可能還要繼續升息 根本升息循環還沒結束 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就往上噴了 因為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就反映債券的價格 那債券的價格就會反映什麼 反映聯組會緊縮貨幣的態度 對吧 去年還記得嗎 去年的10年期美國公債殖利率是一路飆 為什麼一路飆 因為聯組會持續的升息 持續的升息造成這個債券怎樣 債券價格一直跌 債券價格一直跌 殖利率就往上走 因為聯組會持續的升息 持續的縮表 那市場上就這樣反映 市場上就會拋售債券 那10年期的殖利率就往上噴 各位請注意 10年 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我畫這條線畫過去了 已經來到什麼時候的水位了 已經來到2008年以來的新高了 去年 去年在這 去年算什麼 現在的殖利率的水準已經超過去年了 去年殖利率這麼飆 美股怎麼反映 往下跌 跌 那現在短線又飆起來 又來到2008年以來新高了 美股當然跌啊 各位了解這件事情 10年期公債殖利率有多重要你知道嗎 你們要知道 美國的10年期公債殖利率的飆升 對於很多的全球資產 會有重新定毛的這個影響 會有重新定毛定價的影響 為什麼 因為你要知道 以美元很多 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全球 現在以美元為主的很多的投資商品 還有很多的資產 它的這個價格 所謂的市場價格的這個共識啊 都是 由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的這個利率的水準 去疊加它的所謂的風險議酬 所以才會有這個市場上面的定價的共識 也就是大家很多的資產很多的投資商品 都是以這個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的這個利率水準 來計算 來去衡量 我這個商品 我這個資產 然後疊加多少下去的風險議酬 就會成為它現在的資產的定毛 所以當今天這個利率往上飆 哇 那很多的資產的這個定價 就會重新會受到調整 它的評價就必須受到調整 我來講一個事情 我們如果以股息來算 小編 一檔股票的股力 如果在過去 一檔股票的股力4%可以接受嗎 還可以 還可以 你的臉感覺還可以 那我問你 如果是6%的股息 你可以接受嗎 蠻好的 蠻好的嗎 如果今天這個美國時間去公債殖利率飆到8% 6%的殖利率你會覺得好嗎 就不好了 不好了嗎 為什麼 因為股票有風險嗎 相對來說債券的風險較低 美國政府不太會倒債 那你會把錢拿去哪裡 你會去買這個股息6%的股票 還是會去買美國的時間去公債 你會買哪一個 公債 如果它漲到8%的殖利率 對 其實它就算漲到6%殖利率 你就會心動了 可是小編這是跟6%的股 這個股票的殖利率來比耶 很多公司的殖利率可能只有一兩% 尤其是成長型的公司 尤其美股很多成長型的公司 成長型的公司需要燒現金對不對 它哪有股息分給你 好 那你去買股票 股利只有一兩% 如果你來買美國時間去公債 你持有到到期日 你的殖利率有4%多 甚至是2008年以來的最高殖利率 你會不會心動 會 你還會想花錢去冒險去買股票 然後賺那一點點 比債券殖利率還低的利息嗎 不會 這樣觀眾懂了嗎 所以就是 這個全球這個市場很多的東西呢 它會拿這個美國時間去公債殖利率 水準來做衡量 那一衡量之後呢 這個你對於資產的看法 市場上對每一項資產的看法 這個定毛啊就會被改變 小編剛才對股息的看法就會改變了 你對一檔股票你本來想要 你覺得它很棒 股息質疑率很高 你想要買 這個一飆上來 小編就覺得這檔股票不要了 大家真的懂這個概念嗎 所以它在往上漲的過程中 請問美國的科技股 很多的成長股 會不會受到抛售的賣押 會 那資金會比較嗎 樂錢會比較的嗎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地方能夠繼續再上去嗎 不行 它如果一直上去 5% 對於很多資產會有很大的影響 6% 對於很多資產會有很大的影響 7% 8% 7% 8% 小編很多商品都不買 直接買 美國的公債就好了 對嗎 所以這個 就是這樣一個現象 造成了美股 那這樣的一個現象 就來自於市場的氣氛轉變 這同一件事情 然後造成這樣 來 道琼的技術面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了嘛 三生無奈 如果 我們上次有跟大家講在這邊糾結 那糾結如果你有兩種情況 你如果站不上去 像這邊都沒站上去就怎樣 三生無奈 那最終就是往下了 那我禮拜二十來提醒 就算站上去又怎樣 你重點也不要看這裡 它有沒有站上去也不重要 重點你還是要把這個前高壓力突破 它才能夠結束這裡的修正 結果他們是站不上去 站不上去還來一根長黑表態 在這個糾結的情況下 來一根長黑往下表態 那後來就怎樣 直接往下走了 對 前高有突破嗎 沒有 三生無奈的型態就是往下走 就是往哪裡走 寄軍線 那接下來很多人會想要去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已經跌到寄軍線了 這個地方會不會有止跌 會不會有支撐 你要問這個問題之前 你先去看一下納斯達克 來到寄軍線有沒有出現一根反彈 有 接下來 有往下 我們禮拜二解盤的時候 是不是這根長紅 我們怎麼跟你講的 我們說短線來到寄軍線的一個技術面的反彈 因為寄軍線長線的一個趨勢碰到本來就是會反彈 但是 我是不是告訴你上面的均線都還沒突破 我是不是告訴你空方趨勢有沒有改變 沒有 沒有 這就是 短的是來到這個 這個寄軍線反彈 問題是長的趨勢都沒改變 沒有改變的情況就是往下 所以這是老王常講的 我們在這一波都告訴大家 跌四看 不看 你看這個空方趨勢 一出現之後就往下走了 根本沒封閉 壓力一直存在就一直往下走 這一波我們講這個納斯達克的指數 從這個地方 開始告訴大家 三升無奈 突破趨勢開始往下 有沒有 完全照著我們的預告去走 有 那所以接下來怎麼辦 要不要去猜低點 不要 不要猜 因為他真的要止跌要翻多 就要把上面的均線給他怎樣 站得上 你仔細注意這裡 他的反彈有沒有突破五日均線 有 可是十字均線有沒有突破 沒有 那這個是不是禮拜二我跟 在講大盤指數 台股的大盤的時候一樣 跟台股的跪買的時候一樣 我說你一定是 突破十字均線 波段的多方趨勢才會出現 他就沒突破嘛 就往下走 費者慢道理指數 禮拜二有沒有談到 他把這個中繼缺口給封閉 禮拜二是不是我們還在聊 什麼捷徑缺口 對 我是不是斬釘截血告訴你 他不是捷徑 沒錯 我是不是告訴你他不是捷徑 我說中繼缺口就是可以被封閉的 那既然他不是捷徑 就往下走了 對吧 那我還說 那退一百萬步 這如果是捷徑 他封閉 問題是他有改變他的多方趨勢嗎 沒有 是不是所有均線都還在下面 他有突破嗎 沒有 我是不是還告訴你這台空方缺口的壓力 空方缺口的壓力沒過 軍線也沒過 空方缺失沒有改變 他破底有什麼好意外的 跌勢看壓 不看撐 下一題 好董哥 海谷這兩天很反谷 走自己的路 能不能進場搶反彈啊 反谷你知不知道是誰 酷炫 一個團體 雷拉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是要聊反谷是不是 沒有啦 叫掌台股啦 台股最近很反谷啦 這幾 這個禮拜 反谷的意思就是他跟人家不一樣 跟誰不一樣 跟美股不一樣 美股 美股這個禮拜 納斯達克 費半 道琼一直往下跌 一直破底耶 對吧 台股就 就這樣蹭在這裡耶 早上都給你開低 然後咧 走高 可以拉下眼線嗎 這個其實喔 過去 過去幾年我們很常講 這樣的現象喔 你用反谷來形容不夠鐵切 我們都說這個叫 濃濃的什麼 台灣味 這台灣 特有的味道 就是美股疊他的 我們就偏不疊 為什麼我們疊不下 因為我們一個神秘的 黑手 簡介是這邊 有時間 有心情的時候 把我畫變成黑色的手 神秘的黑手 神秘的黑手 當然如果你沒時間 也沒心情 就算了 所以各位觀眾 你如果看到 我的手有沒有變成黑色 你就可以了解到 簡介是今天 現在心情是好還是不好 很簡單嘛 很簡單懂 很簡單 這個神秘的黑手是誰呢 來看一下我們的 八大光股行庫 最近買這一撮 連八買 連續八天的買超 在幹嘛 在撐住這個盤勢 所以就會導致有什麼 濃濃的什麼 台灣味 小編講的反股 那美股在跌 納斯達克跟廢範這樣破底 往下摔 我們撐在這 我們都每次都可以找盤 稍微反應一下 今天早上更猛了 今天早上也是 拉上來漲 對 對吧 只不過現在又跌了 只不過現在又跌了 那為什麼現在又跌了 因為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來 看這張圖 下面是外資跟投信 上面是台股 最近的投信也買很多嗎 對 所以最近是內資嘎外資沒錯 內資這個八大行庫在買 投信也在買對不對 看起來很猛喔 看起來超猛喔 你先了解一下 投信是什麼時候開始買的 好不好 他是從7月底起跌剛開始一路買 這個如果把它看成是散戶 是散戶最常做什麼 逆市加賣一路攤平 對 一路買一路跌 所以 短線的台股雖然有內資在這邊撐著 但你要看的重點是這個 我框起來這個地方 這個是外資的買賣超 5月中旬這一波起漲 你看到這裡 來 誰在連續大買 外資 那投信 投信甚至在一開始漲勢的前端賣超還比較多 那請問大盤是跟外資走還是跟投信走 外資 你來看這裡 這最近嘛 就從7月底以來起跌這一波嘛 外資幾乎啦 幾乎是天天賣超耶 台股是往下還是往上 那這這張圖 所以這張圖就了解到一件事情了 你短線 你就有融融台灣位嘛 你就夠反股嘛 就跌不下去嘛 觀眾都想說 哇 投資人想說 怎麼台股這麼猛啊 廢半連續這樣 2% 2% 1%這樣跌呢 你還是可以撐在 撐在這個禮拜這個位置呢 各位你要注意啊 你要注意啊 長線最終台股還是看誰的臉色 外資 外資這裡 那我問你 那外資看誰的臉色 美股 美股啊 這裡外資為什麼會連續賣 就是因為美股在跌嘛 那被動型基金的外資 他就會因為美股的漲跌 來調整他的投資組合的權重嘛 美股在跌的時候 他必須就要賣出台股的個股嘛 來平衡他的投資組合嘛 對嘛 那主動型的外資 雖然他不用根據美股的漲跌 來做這個被動的調整 但請問你 如果美股一直跌 如果美股是一個空方趨勢 你結了主動型的外資 會買超台股嗎 不會 所以就看到了這個外資連續性的賣超 所以台股的籌碼要看外資 外資要看誰看美股 所以如果美股繼續這樣跌 我現在這裡跟你打包票 你看這一半台股好像很強喔 你聽好我的話 如果美股繼續往下跌 撐得了一天 撐得了兩天 撐得了這個禮拜 撐不了下禮拜 聽得懂嗎 我們要從一個趨勢來看 你了解嗎 一個籌碼面的變化來看 所以台股如果要翻多了 要像這樣有一波大漲 誰要回來 外資 來這是技術面 最近來你看 小編你看 你會不會數 一根下影線 兩根下影線 昨天更扯了 下影線更長了 今天我不知道 今天還沒收盤嗎 還沒收盤 收盤搞不好這樣 下影線拉拉拉拉拉拉 這裡啦 收盤 我就問你下影線重要嗎 很重要 誰在給你看單一K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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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看趨勢 趨勢 趨勢 剛才講有短的跟長的 短的籌碼 你那隻厲害 你要你那隻你撐 你撐你撐 可是最終你還是要看長線的籌碼 看誰 外資 來 就這個技術面短線 短線 你很強 你有下影線 你短線站上五日均線 可是長線的 十日均線突破了沒 還沒 月季均線突破了沒 也還沒 有犯通嗎 沒有 你頂多就是短線突破五日均線 你就說暫時止跌 就像我們禮拜二才剛講的 禮拜我們是不是拿櫃買圖 告訴你 說 這個一路跌都沒有突破五日均線 你最起碼你要短線要止跌 至少要突破五日均線 我們才叫做跌升的止跌反彈 對吧 你短線就這樣看而已 那這個禮拜在這邊 為什麼會有下影線 為什麼會一直拉下影線出來 主要就是在這個地方有個 有沒有 這個叫近期低點的支撐嘛 那就一堆人呢 把這個禮拜一 剛好這禮拜一的低點 就把它當成一個支撐來看 所以很多人呢就把這個位置 就以為有支撐了 就來到這個位置呢 買盤就進場 來到這個位置呢 買盤就進場 於是就一直拉下影線出來 你懂這個意思嗎 換句話說啦 你短線就撐在這個位置 什麼情況下 會有新一波的跌勢 就是這個低點 你就千萬保佑不要跌破 因為一旦跌破 一旦跌破這邊 全部去壓寶拆反彈 拆底的人 拆這個就是底的人 全部套住了 那會不會有反向的提出賣移 會 所以你短線 你要強反彈 你當然是看這條嗎 如果你有本事守住這條嗎 那你當然就是還可以維持在這邊 橫盤這邊撐著跌身反彈嗎 要是跌破你就要注意 歸買市場 昨天突破五日均線了 我們禮拜二講到嘛 你要他短線直跌反彈 就是看五日均線 所以昨天是不是一突破五日均線 就一直往上拉 就出現一個明顯的跌身反彈嗎 問題是 我禮拜二才剛講過 一檔強勢的標股 再往上漲的過程 跌破五日均線 只是短線高檔要震盪要休息 可是他波段的多頭走勢 有結束嗎 沒有 因為波段多頭走勢要結束 要跌破哪條均線 10日均線 那你今天只是把這個多頭的型態 把它反向 反過來變成空頭 這個我禮拜二就講過了 我再講一次 反過來 你突破五日均線 只是短線暫時休息 可是你十日均線要不要突破 因為你不突破 這個波段的空方趨勢有沒有改變 沒有 所以如果貴買市場繼續反彈 那你一定是要把十日均線突破 你才能辦法去挑戰這上面的 月均線和季均線 比較長期的均線壓力 如果你連十日均線都沒辦法突破 那整個空方的型態有改變嗎 沒有 那短線突破五日均線之後 該怎麼看 你手仰的你想去搶反彈的 因為這個突破五日均線暫時止跌反彈的 你就看這條線就好了 看五日均線就好了 貴買市場能不能繼續反彈 就是盯住五日均線就好了 因為這個上面全部是壓力 那你沒有辦法預測哪一個壓力才是 真正有壓力 你沒有辦法預測它會反彈到哪裡才轉頭 去預設去想就想太多太累了 你直接盯好這個五日 只要跌破就是轉落 就是結束反彈 這樣清楚嗎 那如果持續守住咧 它就可以持續維持反彈的趨勢 就是這麼簡單 好董哥 好多人都在問廣達是不是取代了偽創 成為AI概念股的指標了 廣達怎麼會成為AI概念股的領頭指標 怎麼可能 但是很多觀眾在過去幾天 就一直問老王這個問題 是不是要看廣達變指標了 是不是廣達會帶領大家領長 我在禮拜三的Podcast 就是YouTube的直播節目 我怎麼講的 我說不可能 對 我說現階段沒有 現階段的精神指標還是誰 偽創 我們就講一個最簡單的 廣達在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都在漲 禮拜一禮拜二就漲了 請問禮拜一禮拜二的時候 AI概念股你有看到他們大漲嗎 沒有啊 對吧 三二有漲什麼嗎 我就在講偽創禮拜一禮拜二有漲什麼嗎 沒有啊 所以廣達很顯然就漲他自己的嘛 漲什麼 公布的第二季的獲利EPS 最後最後經歷2.63元 對到去年 去年的第二季在這裡 對到去年只有1.03 2.63跟1.03 這多了一倍以上 股價當然強 可是很多人就覺得哇股價很強啊 所以他就是這個族群的領頭 錯 我們說一個族群的領頭指標股 當然他的漲勢在這個族群一定是要數一數二 這沒有問題 波段的漲勢沒有問題 但是 他還就要具備一個特色啊 什麼特色 他要能夠帶動連動整個族群往上 如果今天一個族群的某一檔個股 漲了超多漲了10倍20倍 結果這個族群的其他股票完全沒漲 他算什麼指標股 不算 他漲自己個人的題材而已啊 對吧 禮拜三的五盤過後 哪一檔股票吉拉工上漲停板 偉創 偉創對不對 那偉創的吉拉工上漲停板過程 當天的那個五盤過後 是不是很多的禮拜三 就是這個禮拜三 是不是很多的散熱族群 什麼散熱啊 機殼油的 一堆煤的 電源的 都往上漲了 有沒有 然後禮拜四昨天是不是也蠻強的 那請問你 偉創有沒有發揮他帶動這個AI概念股 這個大族群的力道 有 他一漲停大家都跟著動了嘛 可是廣達在前兩 現在禮拜一禮拜二就漲了啊 這族群沒有這麼強啊 對吧 我想你們也感受到很清楚啊 所以怎麼可能會是廣達去取代偉創呢 各況小編還有幫大家統計個資料 小編是不是統計到今年以來大波段的漲勢 對 漲幅第一的還是誰 偉創 偉創啊 對嗎 只是廣達短線真的比較強 因為他反映他這個力多 那你去看偉創的這個財報 當然就沒這麼好嘛 這樣了解嗎 好 好 那回過頭來 整個AI的啦 我們講台股嘛 偉創還是不能取代 那整個全球的AI指標股 這個人能取代嗎 這一個 這家公司可以取代嗎 沒有辦法 要再拜嗎 好我們之前有講過了嘛 我們先講 我們之前有講過 我們有做過一集嘛 對 我們說這個NVIDIA是利多出鏡 好 那他有沒有機會 在利多出鏡之後呢 經過兩三個禮拜之後呢 重新又利多 就下雨了 對 萬眾矚目 到底有沒有機會 再讓他再強一次 各位你要記好這個時間點 8月24號 台灣時間 8月24號的凌晨 NVIDIA要公佈他的財報 要公佈他的財報 你還記不記得這一波AI漲勢啊 這一波偽創啊 然後一堆個股 為什麼能夠這麼強 是因為誰帶動 就是他嘛 我們還在節目上拜過嘛 對 就是主嘛 那一集我還寫AI就是主嘛 為什麼 因為他公佈 他當時 幾個月前他公佈的財測 就現在第二季的財測 超好嘛 是歷史新高的營收嘛 大家嚇死嘛 說這種市況 這種市場上一堆消費性電子 這個需求都衰退的情況下 哇你NVIDIA財測這麼好 大家嚇死嘛 沒錯 你既然那時候財測講那麼好了 你的財報是不是就很重要 你股價也漲 他股價雖然最近在回檔 可是之前是不是漲一波了 那一堆AI概念股都跟著他漲上來囉 如果他公佈了財報 沒有他之前財測講得這麼好 那怎麼辦 我就直接唱sayunnana唱say goodbye唱一整集了啦 你明白懂意思嗎 因為你講得很好嘛 你公佈出來沒那麼好嘛 那大家都已經先漲了嘛 你聽說這概念嗎 好 那財報不是重點 財報就算他公佈出來真的bird bump 那也是太敗手 那你就代表過去的漲勢 全球AI的漲勢 符合嘛 那你要怎麼樣才能讓AI概念股繼續漲 這是大家心中的問號嘛 因為如果財報公佈很好 只是符合大家原本的預期符合你的財測嘛 什麼情況下會 要讓這些AI概念股重新的 怎樣 起死回生 重新再漲一波 就是財測 剛才講都是財報嘛 財報叫做已發生的事實嘛 財測就不一樣囉 針對現在第三季的財測 會不會比第二季更好 如果NVIDIA有本事 講得比上一次的財測更好更猛 什麼廣達 什麼偽創音樂達 全部準備飛天 全部裝翅膀 那什麼錢高壓力 我呸 什麼錢高啊 沒有在看錢高的啦 直接那個 價位全面再改個數字就好了啦 你聽懂這道理嗎 因為 好 未來還會更好啊 那過去偽創 廣達 音樂達 包括NVIDIA 他們漲值漲 現在看得到好嗎 未來還要更好耶 那我股價說要再度反應 所以這個AI的長線的走勢 就能走得更遠 之前我們講過的利多出鏡 現在 你看我們上次做利多出鏡那一集 是不是AI概念股真的都跌下來了 真的 阿你 小編 你這樣 你這樣我見不下去啊 你說應該拍手 真的 看見神的 之類的 都沒有 你是不會工商是不是啊 我現在跌這麼多了 我們在那個時候利多出鏡 第一時間避開 對不對 好啦 那現在跟大家講正真的 下禮拜 下禮拜這個裁測你一定要很注意 OK 阿如果公布不好耶 如果裁測的預期不好耶 阿 可是 雖然我們第二季很好齁 阿財報也很好 但是呢這個客戶 這個因為整個大環境的影響 我們客戶的需求好像有一點點減弱 我這是劇本啊 這不是事實啊 我們在假設 那小編怎麼辦 你講的是這樣耶 我們剛剛已經模擬過另外一個劇本了 就 超好還好還好還好 這個劇賺翻 然後一直好到年底 好到第四季 噴翻 阿如果說 好像第三季沒有第二季這麼好 小編怎麼辦 跌回原本的股價 跌回來 欸 夭壽喔 怎麼起漲怎麼回來 你是 你是 怎樣你是看AI多不聳啦 不是你是對AI多不聳啦 沒有啦 你冷靜啦 冷靜 不用跌到起漲點啦 人家第二季也是很好嘛 就是 失望賣壓會出來 對 因為你就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這個彩測嘛 就是 最好的時代 最好的時光 最好的一季已經怎樣 過去 不會再更好了 那市場情緒就會受到影響嘛 對對對 好 那 偽創阿 廣達音樂廠 就不會太好了嘛 你懂嗎 但不用跌回原點啦 跌回原點 跌回原點太腰瘦了 你知道嗎 所以就會有這兩種劇本 其實這兩種劇本呢 營鬧 這個環鬧債的最關鍵的核心就是 其實不是財報啦 是什麼 財測 下一季的財 就對第三季的財測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在公布之前要不要先替觀眾來拜一下 要要要要 我們先替大家上香啦 不 上香有一點 上香有一點 我們先替大家拜拜 拜拜 希望他可以公布好的成績 祈禱一下 好不好 一鞠躬 再鞠躬 等一下 欸你真的 你是怎樣 你是AI的什麼 你是看壞 你是怎樣 你這跟AI 你也不一起來拜 你是不想拜是不是 你就是希望他公布很差是不是 沒有沒有 一起 還有一個 OKOK 我一起拿 三鞠躬 OKOK 你是極度看摔AI 沒有沒有沒有 中立的 中立 你中立喔 我如周啦 好啦 廣達喔 說真的啦 他如果要成為一個指標 這個主權指標 他起碼要領先過高 你如果今天有本事領先過高 我領先偽創 領先音樂達 領先一堆 領先旗紅 領先一堆雙紅 領先一堆的AI概念股創高 那講起來才比較有底氣 對 因為這一段 我們知道你在反應什麼 反應他的財報利多 那為什麼會有這一段的上漲 因為他站上了 三條短期均線 我們過去在分析AI概念股的時候 廣達偽創跟音樂達 我一直強調一個重點 什麼時候才是他們再次翻多的重點 你繼續翻之前的影片嗎 什麼時候 重新站上 三條短期均線的時候 我就不剪VCR了 那你看他是不是站上三條短期均線了 對 有沒有就真的往上翻多了 有 不但短線翻到來創下一個波段性高 但是你是我的觀眾你就知道 創下波段性高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因為禮拜三的解盤 禮拜三的直播 下午Podcast的節目 Podcast都要留著 你們可以去聽 我才講了什麼 我說就算廣達往上 他還會面對到下一個關卡 什麼關卡 前高壓力 過去我們節目看過了多少股票 就是拉這一波來到前高壓力之後 又往下的 小編多不多 太多了 風力發電就很多了 對吧 所以廣達你現在面對到是這一關 那我對我的會員 五八也是這樣講的 你可以問我的會員 那昨天是不是沒過 留了一個上影線沒過嗎 那今天就下來了 所以廣達 這段反應財報 下一段能不能繼續漲 你關鍵技術面就要突破哪裡 前高壓力 突破前高才能 那四個字嘛 海闊天空 對啊 人本突破前高其實就關心在誰身上 因為他財報已經公布完了 他接下來機王利多就這個了 大家了解嗎 好 廣達之前跟大家講過 他短線的籌碼跟誰連動高 投信 他這一波能夠重新站上三條短跡 重新往上創高 你有沒有看到投信 連五買 有沒有跟我們之前預告的一樣 有 所以接下來 廣達你就注意前高壓力 這是他的壓力 那支撐就看什麼 躍均線 如果兩個都沒有 躍均線沒有跌破 前高也沒突破 就在這個高檔形成區間 那如果往下關破躍均線 就代表怎樣 再次轉落 那下一次就往下去找激均線 那如果可以突破前高壓力就是 海闊天空 萬里無雲 萬里無雲 偽創 我就問了 禮拜三是一根掌停板 禮拜三我們那個Podcast節目 很多觀眾就說 董哥 我被這個AI概念股 擱空手了 董哥 偽創掌停板了 是不是要翻多了 是不是要趕快買了 各位 禮拜二禮拜五的節目都沒在看 小編 我們是不是講到爛了 對 他跌破越均線之後 三升無奈開始修正 要怎麼樣才可以重新翻多 就是要站上越均線嘛 要重新站回三條短期均線嘛 我就問你哪一天有站上三條短期均線啊 沒有 就有翻多嗎 沒有嘛 他就是跌升的反彈而已嘛 那他為什麼會有跌升反彈 我禮拜二節目有沒有跟你講 是不是短線看這個天亮的低點 他因為守住嘛 所以多方有一口氣嘛 所以才有本事反彈嘛 問題是這就是跌升反彈而已啊 他並沒有突破扭轉這個趨勢啊 廣達是因為有站上突破越均線 所以人家往上走啊 偽創有嗎 沒有 就這麼簡單嘛 那偽創短期是不是有出現一個反彈 也是靠誰 投信 所以接下來就從馬面 你們可以注意投信的動向 如果投信又回到之前的賣超 你看來 這裡投信是不是一路賣 那股價是怎樣 往下跌嗎 這個廣達也是啊 這邊修正投信是賣超 所以 對於他們這兩檔股票來說 籌碼面的官場還是以投信為主 但技術面 仰個不太一樣 一個是看前高 一個是看哪裡 越均線 這樣了解嗎 然後再提醒一次啦 現在越均線也沒過去嘛 那接下來就是 前滴之聲要守住嘛 你守住還可以在這邊正來正去有沒有 你看 這邊正來正去 萬一前滴跌破咧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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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保重嘛 唯一可以扭轉這個趨勢就只有 他 繼續拜 再拜再拜 我今天幫你拜很多次了 你下禮拜如果怎樣不干我的事 我替你拜了 來 音樂的 也是跌破月均線 之後形成一個月季均線的區間震盪 什麼情況下可以翻多 突破月均線嘛 如果沒突破咧 就沒細唱嘛 就是在月季均線裡面做區間 今天的節目就進行到這裡了 感謝全國觀眾的收看與支持 也更感謝會員 實際的加入會員 每天跟老王一起在谷海奮鬥 那這樣的支持 是非常令老王感動的 我也希望每天都可以跟你們一起奮戰 如果是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還沒有訂閱我們YouTube YouTube訂閱是不用錢的 記得趕快訂閱 我們要一起沖上 40萬的訂閱大關 那你要打開這個小鈴鐺 設定搶先看 這樣我們每一節節目 才能熱騰騰的送上給你 你才不會錯過任何一個 台股的關鍵轉折 今天節目就進行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禮拜二再見 等一下 要順便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下禮拜一 老王休假 所以會員是沒有五報的喔 要記得喔 掰掰 王以龍老王吉普會投顧 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致富投資風險 我們下禮拜一張 我為你會想要一起來 我們下禮拜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